中国动画曾辉煌夺目,也曾黯然失色 在哪吒之木通江市不断刷新国产动画记录之际 我们从头徜徉一遍中国动画发展的漫漫长河 一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22年是中国动画发展史元年 书镇东华文打字机成为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 1926年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动画片《大闹画室》诞生 1935年万世兄弟打造了中国第一部有生动画片《骆驼线舞》 1941年上映的《铁山公主》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有生立体动画片 正是它的影响下日本动画大师首种之宠才立即从事动画行业 在这个时代中国初代动画人勇敢迈出了第一部 为后辈们奠定了创作基础 这个时代的动画片虽然蹒跚几步 但它自带中国韵味已成为中国动画天生的标签 这个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动画的诞生 时代关键词我们应该记住 初代动画人万世兄弟 大闹画室铁山公主 中国动画电影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成长 进入了公认的中国动画黄金时代 在这一时期 中国动画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个时期的动画精品滋养了几代人的童年 1956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木偶动画片审笔 获得了第八届国际儿童影片节儿童娱乐片一等奖 为中国电影捧回来第一个美术片国际奖项 从此开始中国动画作品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斩获各类奖项 1960年的小蝌蚪找妈妈巧妙地将中国水墨画与动画技术结合 原画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作品 这部作品在嘎那收获了第四届荣誉奖 童年上映的小燕子和1963年的木迪也是水墨动画精品 中国水墨动画这一分支开始大放异彩 196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 万赖明和唐成联合指导的大闹天宫上级横空出世 时至今日从没有一部动画片能够撼动大闹天宫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上级上映后广受欢迎 并获得了1962年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 下集于1964年拍摄完成 但是直到1978年全本的大闹天宫才得意供应 全本的大闹天宫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在这个时代中国动画人将动画技术与各类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相融合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个时期的动画精品寓教于乐 在动画这个西方技术形式中包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这个时代的大事件是大闹天宫缔造巅峰 以及中国水墨动画的崛起 时代关键词我们应该记住 大闹天宫水墨动画上海美影 巅峰之后中国动画片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创作低谷期 值得欣慰的是 很多动画人都在默默积蓄力量 等待中国动画迎来新一个创作高峰期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中国动画迎来了另一个高峰 1979年的哪吒闹海 为中国动画白银时代树立了品质标杆 这是中国第一部宽影幕动画长片 童年彩色水墨动画片 熊猫百货商店 成为很多孩子的儿时记忆 1980年的三个和尚与雪孩子制作精良 童年的皮影动画张飞神瓜 将皮影戏与动画相结合 堪称中西艺术形式相融合的代表作之一 1981年中国动画创作全面复苏 阿凡提故事系列 孤冬来了 九色鹿 猴子捞月 劳山道士 南郭先生 等优质国产动画集中爆发 这些作品剧情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 并在动画制作过程中将故事更加丰满化 具有极强的中国审美元素 1983年天书奇谭与水墨动画 欲棒相争上映 他们优秀的品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1984年中国系列动画进入了高产年 黑猫警长 金猴降妖 三毛流浪记 西月齐同等系列作品 都开始陆续制作 回看中国动画的白银时代 优质动画作品爆发密度绝对史上最高 这些动画带着极为浓郁的东方韵味 其动画技术放映世界也属于顶尖之列 阿凡提 哪吒 黑猫警长等动画形象 作为跨时代的超级流量角色 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七零末 八零后 九零后孩子的成长 这个时代的大事件是 中国动画整体实力已真化尽 时代关键词是 哪吒闹海融合创新经典角色 在这个时期 中国动画开始向国际电影画风靠楼 走向变革时期 葫芦兄弟系列与邋遢大王系列作品 都在1986年启动 198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 与日本合作的木偶动画 《不摄之社》正式上映 1989年 葫芦小金刚 大盗贼 舒克与β三个系列陆续启动 在这个变革时代 中国动画的画风开始各种创新尝试 从创作思路到制作流程 都开始逐步向国际接轨 这个时代的大事件 属于中国动画向国际接轨 最值得记住的关键词是 中国动画行业经历了十年求新求变之后 并没有走向更大的辉煌 反而迎来了将近二十年的失落低迷 中国动画烂泥时代这个命名 本身就透露着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意味 在这个时代 95后00后的孩子们提起动画片 如数家真的都是狮子王 功夫熊猫等好莱坞大制作 或者龙珠 柯南 火影人者 海贼王等日系动画 比士尼 皮克斯 孟工厂 吉普利等世界级动画剧头 成为绝对的主角 中国动画产业虚弱不堪 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期中 也偶尔出现过一些口碑佳作 1999年的宝莲灯 2007年启动的《秦时明月》系列 2011年启动的《葵拔》系列等作品 算是赖宁时代少有的清流 然而 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 中国动画主流水准的 一定是《喜羊羊与灰太郎》系列 和《熊出没》系列 羊和熊分刮了中国儿童的娱乐时间 是这个时代的大事件 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关键词 属于中国动画 2015年以来 在一些国产动画的宣传造势中 国漫崛起的字眼屡次出现 该年 大圣归来 凭借着自来水影迷们自发打高 从10%的排片中 刷出一条血路 创下了当时9.56亿元的 国产动画片票房记录 童年上映的一万年以后 带着一股破罐子破摔的镜头 成为了一部非常显贱的 靠得像动画 2017年的《大护法》 凭借着难得的成人像剧情和寓意 精良的动作效果深受很多影迷的喜爱 这几部国产动画 虽然在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在商业上 并没有复制《大声归来》一样的成功 直到2019年夏天 《乐扎之魔通》将士席卷中国影视 并不断刷新国产动画的各项记录 纵观中国动画七个时代的新衰起伏 希望国漫在崛起之路上不离莫停 我们在接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动画发展史中 从灿弱全新的国产动画宝库中 领选了中国动画20强 《大声归来》在剧情设定等方面有极不足之处 但它的出世代表了中国动画工业重新走向成熟 它在商业上的成功 更鼓舞了动画电影市场和从业者 《魁巴2》主创用心 制作精良程度是系列之最 但是剧情相对第一部薄弱了不少 对于普通影迷来说略显不够友好 这部电影在画面上很脏 内容上很乱 但是它够怪异够放肆 所以够靠 《硬核哪吒》与命斗其漏无穷 《哪吒之魔童将士》颠覆了我们以往认知中的哪吒故事 品质的过硬和商业的极大成功 让人们开始呼唤风神宇宙的到来 这部木偶与动画相结合的作品 在故事性上并不逊色于同时奇幻题材的大闹天工与哪吒闹海 电影结尾那句小陈香到底有没有救出妈妈 请看下集 让观众们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这部充满童趣的动画片 融会了简纸衣术与水墨画意境 将深刻的道理蕴含在简单 明快 生动 有趣的动画故事中 是寓教于乐的动画佳作 《黑猫警长》造型设计优秀 故事剧情带着一定悬疑色彩 又具有科普功能 《黑猫警长》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他的人气直逼中国动画人气王者 《葫芦兄弟》 《大护法》 画风偏黑暗 彻底是一个拍给成年人看的故事 剧情紧凑 主题复杂 用颇具童真的动画形式 直赐成人世界的残忍冷酷 《穆迪》 为中国捧回了1979年 丹麦第三届欧登赛国际童话电影节金奖 无论是画面意境还是流畅度上 都是水墨动画的顶级水平 《欲棒相争》 改变自战国侧中的预言故事 《欲棒相持》 这部动画收获了 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英雄奖 从内容到形式 这都是一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这部电影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 所有原画都是取材于齐白石的古画作品 最终呈现出来的交叉艺术效果 以及审美高度 后世很难提的 无论在人设造型 画面美工 或者讲故事的方式 都奉行简单之上的审美趣味 阿凡提的故事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木偶动画系列片 《放眼世界》 也是定格动画界的大师级作品 这部电影将水墨背景 与木偶人物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是中国定格动画的不二王者 一波三折的故事 也净显东方奇幻的魅力 《金猴降妖》 曾经给很多小影迷留下童年阴影 动画片里白骨精谋杀老头的画面黑暗诡异 BGM阴森诡诀 充满了血点片的味道 《哪吒闹海》是一部参展 嘎那电影节的中国动画电影 小哪吒肖骨还腹 肖肉还母 深沉而悲壮的形象 至今仍感动着无数的观众 并为中国动画 电影 音乐视野 提供持续创作的土壤 1988年的《山水琴》 依据国画大师吴山明和卓贺君先生 提供的原稿画作创作而成 动画中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推敲 作为中国水墨动画的极大成者 《山水琴》是中国水墨动画 不会再现的巅峰绝唱 葫芦兄弟是中国剪纸动画的绝对经典 威力的想象力是他最大的卖点 超强的人气是他最大的底气 葫芦七兄弟是中国动画史上 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英雄团队 世界观的架设 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的设定 都不若于DC和漫威 天书奇谈 取材于《罗冠》中的《平腰传》 在璀璨夺目的奇幻冒险外衣之下 包裹着一个悲天敏人 东方化的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 大闹天宫 色彩浓郁 场面恢弘 主题鲜明 基调明朗 气质昂扬 完美地宣泄着中国人寄托在孙悟空身上的反抗精神 40年过去了 他依旧在高歌 不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不敌是多么 多么空虚 卖写 第五 SAN 佛 sabemos Ain't that 你的福袋 不敌是多么 好